印度東部城市加爾各達 這個月初發生一名女實習醫師 遭到性侵殺害死亡 是引起了基層的醫療人員群情激憤 宣布從17號開始 罷工24小時 超過一百萬名的醫師參與響應 並且是提出了五項訴求 要求當局要保障醫護人員的安全 拿著手上的紙張 上半名穿著醫師服的人 在街上示威抗議 為遭到性侵的實習女醫師發聲 敦訴政府徹查女醫師命案 並且改善住院醫師的工作與生活條件 印度西孟加拉幫的首府加爾各達 這個月初發生一名女實習醫師 遭到性侵殺害死亡 引發醫護人員的憤怒 從十二號開始陸續有醫院罷工抗議 案件發生一星期之後 印度醫學會宣布 從十八號上午六點開始 串聯全國醫護人員進行二十四小時罷工 暫停非緊急醫療服務 總經約有一百萬名醫師參與 醫學會還發出聲明 提出五項訴求 要求當局加強立法 保護醫護人員不受暴力侵害 提高醫院的安保 創建安全的休息環境等 並且關注婦女安全問題 嚴遲女醫師命案的嫌犯 給受害者家屬適當又尊嚴的賠償 對此新孟加拉邦政府一度在十六號 對超過四十名醫生 一百九十名女醫護人員發出調職令 其中部分人員都曾經聲援抗疫行動 引發醫學界不滿 批評打壓示威者爭取公益與安全 最後在外界的壓力下十七號取消調職令 並且與醫學會代表會談協商 最後發表聲明敦促醫生考量公共利益 重還崗位 國際新聞全身編譯